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4分要扣掉 这个问题是他前面比赛没有出现过的 前面跟头完成都很好 后续两周稳稳的站住 你看他这个运动员 这个落地的把握上 单个跟头把握得很好 在连接的跟头上 就是前面由于前面的动作的这个问题 就导致后面的落地的问题 刚才在他出界的时候 我是旁边的俄罗斯的评论员 显得特别兴奋 因为韦伯应该算是科莫娃的唯一对手 他开场的跟头 你看空中的姿态保持得非常好 两只腿抱得很 团伸也很紧 韦伯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 我们刚才看到这串跟头有点歪了 所以说这个这样的不是对角线了 距离就不够了 就要迈出界外了 最后就要看科莫娃的完成了 所以说冠军的归属到最后一个人才能分出 从难度来说 韦伯和科莫娃相差不会太多 光难度可能分差只有0.1 所以刚才那一大步出界 韦伯就很不乐观了 就是准备上场的科莫娃 但是科莫娃的难度呢 又没有他大 所以你要尽量的少丢分 对就拼完成分 59.382 他是排在中国选手姚金男前面 所以不管最后出场的科莫娃的成绩如何 中国的姚金男